個人畫面網友 阿那你離不遠一點喔 家外不夠遠嘛 現在是疫情時期好不好 如果現在畫面覺得 螢幕人有點小 大家不要見怪 歡迎收看今天的 你要賣多少 當時講錯是不是 講你要顧多少 客人來了 先消毒一下 大家要做好防疫 人人有責 我今天就隨身攜帶這一瓶了 顧到哪裡 噴到哪裡 這麼大罐 今天就這樣處理了 大家也要消毒一下 這樣會不會被人家說 幹 浪費酒精對不對 什麼都可以說齁 所以最近的影片 如果都有戴口罩的話 大家要見諒 那相信在我在這邊 喇迪賽的過程當中 大家已經看到這個 泛黃的大燈好不好 這個白內障的大燈 兩顆都白內障 今天來到現場是2002年的 X5 4WD 2979cc 這個年代的X5 我記得有4000多cc的 那基本上2002年的 現在大部分差不多 已經是該走進這個 報廢場了 那我們本來他來的時候 我就已經跟他表明說 這個車我們是不收的 我們不收歸不收齁 但是如果你用錢砸我的話 我可能會考慮一下要收 怎麼說 因為他要跟我們換車 所以說這個我也不得不估 所以我今天就帶大家來看一下這個 2002年的X5 我該怎麼估 我先看車 我先看里程 我記得里程要20幾萬 剛剛講到20幾萬 我今天估完一台車 我就把這一筆分完 欸你看 欸你看 你看這腳踏墊 這怎樣 這個很像什麼你知道嗎 草地上打高爾夫球有沒有 嗯 用那一根SW那一根 SW那一根 SW那一根就是這樣 尿起來之後有沒有 球會 哇 比較高 鏟球用的 通常那一打有沒有 連草皮都鏟起來 那個一鏟 把他的整塊草皮都被掀起來 這大概就是這樣 喔欸 電動寒頭爐耶 然後這個 像軍頭般的方向盤 這個亮不亮 很亮 超亮的 這個很像那個古丸 以前那個古丸有沒有 那個什麼蕭楠木 什麼木 一直戳一直戳一直戳 會出油你知道嗎 出油之後就變成這樣金金 哇 你有笑耶 你懂耶齁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藝品拍賣那個 蕭楠木 正蕭楠木做的一支 很大一支筆有沒有 像毛筆一樣 你知道那個什麼 大筆盡材 越大支的話 錢越大筆 十三萬 七 怎麼可能 啊這麥啦 我想說怎麼可能 這亮成這樣 跑十三萬 我跟你講齁 像這種車我們都是幫客人處理 你知道嗎 因為這種車我們也沒有在賣啊 這那麼舊 光整理就整理要吐血耶 而且我剛剛一發起來有沒有 現在那個引擎腳 抖到不行 天然的震動方向盤 你來問問看 這個你如果是 像阿公有沒有 腳麻痺不能走有沒有 你如果怕手麻痺 你可以坐一下 每天你開車的時候 就是在按摩你的手掌 開的越久 按摩的越久 筋血越活絡 促進血液循環 但開車的時候 你才跑回去 我跟你講就算賣 就算他要買賣這麼舊的車 我們還是要查一下 他沒有寫啦 他是寫公里一匹英里 但是我這邊看到他的外圈 我上次教過大家嘛 看大圈的有沒有 像他這外面大圈的是賣 MPH有沒有 所以他這個里程當位應該就是賣 十三萬七千mine是幾公里 乘以1.6 哇21.9萬了耶 這合理的嘛 21.9萬才有這種 削男木出油的感覺 不過內裝 除了這支方向盤以外 你看這個中控台 椅子這邊副駕手座還不錯 有沒有 我入檔一下 這個年代的車 有時候怕什麼 變速箱的電池法 換檔電池法 換檔會撞 那有沒有被撞過 沒有 就有一種被撞過的感覺 有沒有 有不 差速器還有一點聲音 其實我剛剛就已經表明過說 這種 我們不太喜歡熟了 這我哪有辦法出力 有點懶得看耶 可是這個齁 我們又沒有救換新 所以他要求我五萬 我可能會無能為力 欸我跟你講 這一代的X5啊 跟坦克車一樣 不然你等一下你頭放在這邊 棒 看我怎樣 這一代X5是真的安全 它怎麼還是不會開 壞了 看 它這個那時候有兩段式的 阿台 這為什麼電動窗開關你覺得 竟然可以調整椅背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沒有每一台有 這個現在的還有嗎 我不知道啊 我沒買過 你看不起了 是不是 我沒買過新的X5啊 怎樣 有機會的話觀眾朋友可以開來給我哭啦 好不好 蠻酷的耶 而且還好的耶 不是啊為什麼要從這邊調 為什麼不從前面調 你看 酷耶 這怎麼開 有沒有 它那時候是這樣 兩段式的 你有沒有發現我都沒有在看有沒有撞 這種車瞄一下大開叫 因為我們也沒有很享受 你看這地圖 唉唷你看 喇叭快破掉了 這環保漆 環保漆 這也都掉了 這一定避掉的啦 你看這裡也掀起來了 這個裡面的那個 木頭的板子都露出來了 這個側面還有一個 這都Q了耶 這個跟烤過的媽 魷魚一樣有沒有 Q了 會Q了耶 好啊地圖架也破了 欸 出風口還好 天棚也塌了 欸幹那離我遠一點 你等我走 你再過來啦 好好好 去拍 去拍 天棚掉下來了 喔這門真的很重 這門真的很重 欸 這邊也是破了 幹那你手過來而已喔 人不要過來喔 哇 欸 欸 你沒有錢耶 阿泰 欸 10塊耶 你有沒有去那個遊樂場玩過那個 一直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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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頭前下去 哇 推一堆下來有沒有 對啊 那個要站在旁邊等你知道嗎 等一些白癡的在那邊堆堆堆堆 差不多有沒有 晚上去收割 那乾開店去 不能玩那個你不知道 那個要一定要晚上玩 你知道嗎 你如果媽的中午啊 開店沒多久 你去我跟你講 你就是等著被收割 那很像什麼你知道嗎 最近的股市 對不對 我們如果是不淹不酒 不賭不進女社 像阿呆一樣 阿想買什麼就買什麼 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光不完股票不賭 你就 省了很多錢 對啊就省了很多錢了 可是我跟你講啦 很多嘛賺錢的時候都不講 賠錢的時候都不講 賠錢的時候他會叫 有沒有也是有啊 我就說囉 我很早就看破這個道理了 你知道什麼道理 學會投資不如學會投胎 所以我們投胎已經有問題了 就不用學投資了 真的就不用學了好不好 欸 看完了耶 阿爸引擎試他一下 給點面子 我們也是雖然不是很想買 我們是要做做樣子對不對 欸 鼻孔要掉了 那你知道這最好幹 這個阿 有的這樣 弄一弄 這邊兩個溜啊有沒有 我沒有那個一致的 有沒有 幹走了 帶回家了 幹嘛 我也不知道 放在你的摩托車上啊 摩托車前面面板 放兩個鼻子 沒有啦 他這個腳斷掉了啦 哇 這曬起來不會這樣嗎 幹他哪一天會不會鼻頭噴到 弄到人家 哇 我怎麼看 好沒關係 一隻手看 幹這也是蠻神奇的 乾的耶 你看 這個當時是直六的嘛 你看這乾的 用看的 這一看就知道乾巴巴的 如果濕的看起來會很噁心 好我看另外一邊 哇這個破掉了啦 電氣管破掉這邊 畫上啊 欸這 有一點小神奇耶 為什麼開二十幾萬呢 啊這為什麼包一個布啊 還用束帶包起來 這個讓它像香包一樣的東西是什麼 哇連這個油壺也都沒有油耶 欸為什麼 為什麼那麼乾淨 沒有撞啊 看了 我再噴一下 看一下輪胎喔 18年的 好18年的 看完了 外表咧 這漆都褪色了你看 阿嬤的甘馬皮有沒有 喔這裡一條 耶 有沒有 要錄到 這裡也有 我跟你講 大部分的休旅車啊 MPVSU SUV 大部分的這種休旅車啊 撞都會撞到哪裡 這個地方最容易撞到 因為這裡離駕駛人最遠 有時候不小心就 就回到了 你看到大台休旅車 你看這個角落準沒錯 你看我們特斯拉好像也是 對差不多會 大概就是右後方 後門跟後葉子板這邊 這最容易撞到 越大台越會 欸看完了咧 啊這裡也有咧 你不要看喔 你看喔 這個地方啊 其實結構很強 這地方超硬 這地方超硬的 這是圓弧形的地方 這裡結構最強 能夠把這裡撞到貓下去 這一定很大力 我跟你講 比如說有一天你看到那個 拳王泰森對不對 嘴巴流血臉被打歪了 你心裡會想說 幹那對手不知道媽媽多慘 哈哈哈哈哈哈 你如果看到針子 他被 啊幹被打得很慘了 媽媽那對手不知道怎麼樣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啊 我相信 被他撞到的人啊 應該也好不上哪去 被他撞到的東西啊 應該也好不上哪去 如果有可能是那個 水泥柱可能已經 已經裂開了 已經快倒了好不好 好啦 那這個 我跟你講喔 這種老車最討厭的地方 就是什麼 我們為什麼不喜歡收 我雖然買很多老車對不對 但是為什麼大家就 有時候很懷疑說 小吃你的標準在哪裡 啊這個車不算經典老車嗎 對因為路上很多 而且年份也不算太舊 就如同現在的 我例如啦 很多的146 的318 320 32級那種 那其實太普遍了 我不知道觀眾有沒有發現 我很少那種車在賣 你看喔 來來來來來 幹我們來討論一個問題 這個車 我先假設好了 我們就以舊換新 5萬 欸這麼大台買5萬 不貴了吧阿呆 算不貴了 剛才那個旅行車 CAMERY我們都買12了耶 對啊 對不對5萬便宜了吧 我告訴你 等你要把它整理完齁 那個才是大工程 你看喔 天篷弄一下 燙不浪噹 8千1萬噴了 然後你要去找什麼 比如說喇叭蓋嘛 阿這要去哪找 你去沙肉廠找 別台也是壞的 阿有一些 哩哩哩哩小東西 外表烤漆烤一烤 寒兜乳 皮弄一下 再來是運氣還不錯 引擎是還蠻乾的 可是我剛剛路檔那一下 擦摸一下 差速器的那個聲音 差速器弄一下 沒有1萬也要2萬 如果萬一運氣不好 變速箱又 我是還沒開出去試啊 萬一變速箱又有問題要怎麼辦 他們讓它花起來要不要 成本要不要十幾萬 差不多啦 那我要賣多少錢 好我發起來 欸搞不好還吃雞油 我發起來看看有沒有吃雞油 2萬公里來講的話 吃雞油算少了 我們今天這一集齁 這個大家不要期待 我會跟它買什麼 太高的價格 那我們這個做法 有別於我們之前的做法 我要反過來做 你知道嗎 我現在要先問一下 有沒有同業的 對這個車有興趣 它有興趣的價格是多少 我再來跟客人講 幹要不然我要擔責任喔 我如果跟他先跟他買起來 我要擔責任欸 他到時候賣不掉 我要自己想辦法 還是我們這個影片PO了 會有網友跟我們買 說喔好便宜喔 我要去買 好我現在先去打電話問一下 同行有沒有興趣 再消毒一下再打電話 好 等一下 風雨的街頭 那你知道什麼歌 什麼歌 至尊無喪之 勇霸天下 你不知道嗎 不知道 台國的老歌 欸我跟你講 為什麼我要唱歌你知道嗎 因為這一集沒上歌 不行 哈哈哈哈 你怎麼看為 至尊無喪之 勇霸天下 王傑的手片砍斷 因為傑的心就是你的心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還不知道 因為這個車主也跟我是同年代同溫層的 經過我剛剛喔 打了這個7749通電話 沒有人有興趣 哈哈哈哈哈哈 我死了我 啊怎麼辦 打給我換車欸 唉 這個客人喔 除了同溫層以外 其實他大概兩三年前 他就有來找過我一次 他那時候在別的車行 買車被被騙了 他車回去買兩天 再賣回去 撩了50萬還70萬 他覺得他買要爛車啊 要還對方啊 對方說 撩了好幾十萬啊 但我忘記數字了 因為是三年前的故事 那時候我們還沒搬到這邊的時候 他就來跟我講過這個故事 他用一台好的車 車況很好很新喔 保護期內的車 去跟人家換一台十年的車 但是是高級品牌的 保時捷的啦 然後後來呢 他的那台車 跑到我店裡來 很新的保護期內的那台 日系進口車 Suzuki的 然後他買的那台車 他是覺得問題很多 因為他換的那保時捷 他覺得問題很多 所以他又出來再看車 然後就來我店裡看 然後一看 欸那台不是我的車嗎 我就是用他媽的這一台 還不到一年的車去換這台爛車回來 然後他那時候 這台車想要處理掉嘛 他買到那台爛車處理 所以他出來找車啊 竟然在中古車行 在我這邊看到自己的車 你知道在故事的淵源了吧 所以繞了一圈 最後他那個車我當然也不收啊 他又賣回去給原本那台車行 撩了好幾十萬 然後他的車又被我賣掉了 你懂我意思嗎 你真的懂 要我舉例給你聽嗎 不用啊 你本來交了一個很好的女朋友 然後因為這個阿呆三星兩義 覺得欸 新的這個看起來 怎麼好像網紅水準的 你就拋棄了這個 比較中規中矩 比較不會吵鬧的這個女朋友 你去換了那個網紅 到最後回來以後 你發現那個網紅裝卸起來 媽 你都懷疑他又懶叫了 懂我意思嗎 懂嗎 懂 你本來看他胸部不錯 結果媽的 你有沒有看過那個麵包 切開以後 前面一半都是空的 然後只有裡面稍微有一點肉 餡料只有一點點 你有沒有看過那種 零配啊 他們弄下來有沒有 一半 怎麼跟我當初想的不一樣 殊不知家裡 他家裡也是在賣水餃的 水餃店很多 你就覺得中槍了 完了 我去換一個 這種的回來 然後你現在出去 要再找一個 跟以前一樣棒的 某一天走在路上 你就看到他跟別的男人 走牽手走在路上 你明白那種感覺嗎 你明白嗎 這個時候你的心裡 做何感想 然後那個要退貨有沒有 還落賽 還給你要錢 仙人跳 有沒有 說欸 哇 少年耶 這個是我女朋友 你用的感覺怎麼樣 這裡有個本票 接一下 到最後舊愛 又在人家手上 又被人家處理了 完了 什麼都不是了 那個兩面不適人 後來他才去買這台 所以他這台其實他也買沒有很久 大概整個故事 這樣結構 你了解嗎 重點就是沒人要怎麼辦 我講了那麼多 那這沒人要怎麼辦 阿萊 你要不要開這個去讚有沒有 我們就隨便跟他出嘛 2萬3萬 欸2萬3萬 買一台VDN不錯吧 也沒有漏油 我幫你鑑定過了 阿內裝喇叭幹 那些都不要弄了 你看他罵後座還有電動儀 對不對 回去跟爸爸講說 欸我到台北奮鬥了 這個一年了 我也算成功回來 開台這個BMW回來 開開開開 開到抓溫度 引擎爛掉就把它丟了 好啦 隨便來跟他出個 2萬好不好 看2萬應該很便宜了吧 這個光秤重賣 應該1公斤10塊 也2噸也2萬了吧 也差不多2萬 對啊你去賣廢鐵 趁重賣 賣酥有沒有 你有沒有去過那個回收廠 賣紙啊賣鐵啊有沒有 報紙一疊有沒有 你要先開 那裡面用水噴一下 把它噴濕 他先泡水 你不能全部泡啦 全部泡開 那你不是白癡 噢乾 汗跑到眼睛裡了 你看戴口罩真的很痛苦 好不好 如果這個最近公共朋友 沒有辦法看到我帥氣的臉龐 不要太難過 不要太想我 沒有辦法 防疫優先 好我先我們就2萬給他處理 去跟他講一下 人青春牽動了你的長髮 欸這什麼瓜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是嗎 我不知道 情情湯在小魚中 鳳飛飛你知道嗎 鳳飛我知道 我剛穿那條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追夢人你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不會聽到過 老在外的有沒有 騎到大廚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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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想 不想 劉德華騎大廚 後面有千年穿婚紗 跟他摸著的 騎到有嗎 然後那個婚紗上面都滴到什麼 紅紅的 番茄醬 因為他在後面吃薯條 沒有沒有沒有 那是另外一版的 正版的是劉德華在劉冰雪 你沒有看過那個 沒有看過耶 你從現在開始回去 都要看那個90年代的片 知道 這樣我們才有話講 聽90年代的歌 不要再看新的了 新的沒什麼好看 好不好 好不好 那再噴一下再噴一下 那最後我們遺孤了啦 好不好 不要再囉嗦了啦 我跟他遺孤多少錢 4萬 4萬 對4萬4萬 很高對不對 對啊 沒關係啊我新的那還賺10幾萬 然後差這2萬 哈哈哈哈 沒有啦沒有啦 提這個就是這個 換車的一個習慣性啦 好啦 今天這一集啦 我就特地公開二手車的秘密 好不好 這個叫做什麼你知道嗎 羊毛書在羊身上 文字遊戲 畫素 很簡單嘛 大概我問你一個 假設我新的那一台 我有賺10萬 這一台我只想買2萬而已 怎麼辦 那我就賺少一點嘛 我就跟他說這一台5萬 那我另外一邊只剩下賺7萬 懂嗎 哦 懂 然後他這個車5萬 然後客人就會說 哇 我跟你講我去外面大家都叫我報廢 假設還給我沽5萬 你懂我意思嗎 嗯 他就跑回來 賣小絲了 欸不是這不能亂丟 這台已沽了已經是我的 好不好 這個就叫羊毛書在羊身上 不要以為只有二手車這樣玩 新車也是這樣搞 就說這樣啊 哦這個車齁定價 比如說定價60 加金莊 加影音 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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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68萬 這個金莊 金莊 再金莊 雙金莊 三金莊 八金莊 你有沒有聽過這種的 跌到70萬 60萬的車跌到70萬 再說我便宜你5萬啊 有沒有聽過這種的 但其實你本來這台車只有60萬而已 然後你加了一大堆配備 那些配備可能只值兩三萬而已 然後再加到70萬之後跟你說便宜5萬 他還多賺2萬 這只是一個文字遊戲而已 跟他還有一個文字遊戲 媽的今天不演了 反正現在疫情嘛 大家閒閒的嘛 大家來講嘛 零利率跟小絲買車零利率 一樣意思 怎樣我一台車本來賺10萬對不對 然後零利率 然後你出去問問了半天 沒有人零利率的 只有小絲零利率 見鬼了 怎麼會這樣 我說二手車啦 二手車一定沒有零利率嘛 我跟你講啦 新車也沒有零利率 零利率怎麼來的 如同我剛剛講的 我本來賺10萬對不對 我跟你說零利率 我拿3萬去補貼給銀行說 這是利息錢 從裡面撥一點 對不對 我是賺7萬 然後零利率 客人就跟我買了 就是這個文字遊戲轉來轉去 不要再讓冤大頭了好不好 你有沒有去那個大賣場的那個牌子啊 一罐39 一箱比如說10坪 一箱400 你有沒有看過那一種的 有啊 有對不對 單價一坪39 一箱10坪400 我說哇一箱比較便宜耶 你就拿一箱有沒有 其實算起來更貴 有沒有看過那個梗圖有沒有 好不好 這是真實會發生的事情 好啦不管啦 反正喔 媽的啦迪薩應該時間夠了吧 我現在每天在想說 有什麼廢片可以拍 這個今天小吃吃飯 油車盒 今天小吃這個在公司沒事走來走去 今天阿呆媽上班又在發呆也可以拍 今天是泰山跳繩 下次拍泰山跳繩怎麼樣 我覺得泰山跳繩沒人看 叫泰山穿內褲用跳繩把它綁起來比較多人看 頸複不累這樣有沒有 穿個內褲啊 三角褲這樣 有沒有 那個可能比較多人看 反正喔 其實最後喔 我們這個車還是希望買兩萬 可是最後呢 我們就只能這個少賺一點 新車少賺一點 然後補貼一下舊車 那就跟他估一個4萬 他喜歡的數字 就是盡量滿足這個客戶的需求 說實在我們也是幫他處理的 因為現在這個車4萬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我可能就把它丟去拍賣 我跟你講現在最快的方式就是拍賣 為什麼 48小時後不用負責任 我跟你講這個老車 剛剛雖然跟阿呆開玩笑叫阿開 這個回去哪一天要亮什麼燈 設五燈講出來都不稀奇 今天的2002年的X5 跟大家分享這邊 疫情期間好不好 蒙訂閱 蒙訂閱好不好 快了快了我們快了 我們快要浮出水面了好不好 訂閱鍵給它按下去 下次見掰掰 你如果給我一個可樂的鋁罐我更像 麥朽 這邊一定要劈牽照 很有可能 大家都很喘耶 現在戴口罩換得很難呼吸 還要用力 看